你的气血就是从这六个地方偷偷漏掉的 很多粉丝咨询说 为什么自己明明没有生病 也没有干重体力活 那就气血不足了呢 其实大家陷入了一个误区 气血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偷偷消耗掉的 甚至明明使你感觉到愉悦的事 也会导致气血流失 那么你的气血都是从哪里流失的呢 今天的内容比较多 分成两期来给大家讲解 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 第一就是眼睛 五脏六腑中干开窍于目 我们的神都会从眼睛里散出去 我们经常会发现 小孩的眼睛总是特别的明亮有神 而老人的眼睛是浑浊不清的 如果眼睛用的过度了 总是盯着手机电脑 久而久之我们的精气神就散出去了 你的眼睛就无神了 第二耳朵内经上说啊 肾气是通于耳的 肾合则耳能闻五音 能听得到声音 如果你经常戴着耳机 声音还开的特别大 就会损伤耳朵 如果噪音过大话 不仅伤耳同时也伤肾 肾呢又是通脑随的 听力受损也伤脑随 这样就会出现健忘反应迟钝 甚至迟呆这些问题 第三鼻子肺开窍于鼻 肺主一身之气 掌管着我们的呼吸 是气体出入的通道 所以鼻的通气和嗅觉 必须是依赖于肺气 肺气如果调和 才能使鼻窍通力嗅觉灵敏 反之呢 如果你鼻子被损伤了 那就会损伤到肺的气血 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 下一期的视频再来告诉大家 另外三个导致我们气血流失的地方 你的气血啊 就是从这六个地方 偷偷漏掉的 很多粉丝呢咨询说 为什么自己明明没有生病 也没有干重体力活 那就气血不足了呢 其实啊 大家陷入了一个误区 气血很大一部分时间 是偷偷消耗掉的 甚至呢 明明使你感觉到愉悦的事 也会导致气血流失 那么你的气血 都是从哪里流失的呢 今天的内容比较多 分成两期来给大家讲解 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 第一就是眼睛 五脏六腑中 干开窍于目 我们的神都会从眼睛里散出去 我们经常会发现 小孩的眼睛 总是特别的明亮 有神 而老人的眼睛 是浑浊不清的 如果眼睛用的过度了 总是盯着手机 电脑 久而久之 我们的精气神就散出去了 你的眼睛就无神了 第二耳朵 内经上说啊 肾气是通于耳的 肾何则耳能闻五音 能听得到声音 如果你经常戴着耳机 声音还开得特别大 就会损伤耳朵 如果噪音过大话 不仅伤耳 同时也伤肾 肾呢 又是通脑随的 听力受损 也伤脑随 这样就会出现 健忘反应迟钝 甚至迟呆这些问题 第三鼻子 肺开窍于鼻 肺主一身之气 掌管着我们的呼吸 是气体出入的通道 所以鼻的通气和嗅觉 必须是依赖于肺气 肺气如果调和 才能使鼻窍通力 嗅觉灵敏 反之呢 如果你鼻子被损伤了 那就会损伤到肺的气血 今天呢 就分享到这里 下一期的视频 再来告诉大家 另外三个 导致我们气血流失的地方 医院不愿意公开的六种 治疗心脏的中程药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今天这期视频和大家分享六种 治疗心脏的中程药 心脏不好的人 千万别错过了 第一呢 就是塑效 救心丸 具有着行气活血 去与止痛 增加灌脉血流 缓解心脚痛的作用 适用于气质血瘀型的 关心病心脚痛 而且是应急的治疗 第二呢 是稳心颗粒 具有着益气养阴 活血化瘀的作用 可用于气阴两虚 心脉瘀足导致的 心肌不宁 气短 乏力 胸闷 胸痛 临床上出现的 死性的枣脖 防性的枣脖 心率失常这些 第三呢 就是射香保心丸 具有芳香温通 益气强心的作用 另外 临床研究表明 对于关心病 合并慢性心衰的患者 吃射香保心丸进行治疗 有利于改善心功能 提高日常生活能力 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第四就是 身松养心胶囊 具有着益气养阴 活血通落 清心安神的功效 可用于治疗 气阴两虚 经络淤堵 导致的心肌不宁 气短乏力 胸痛 闷 失眠多梦 倒汗 神卷 懒言 第五呢 就是天王补心丹 具有着滋阴 养血 补心安神的功效 是治疗心阴不足 导致的心肌 健忘 失眠多梦 大便干燥 第六呢 就是通心落 胶囊 它有益气活血 通落止痛的作用 是治疗关心病 心脚痛 属于心气 亏须虚 血淤阻落 这六种状态呢 含阔了救心 稳心 保心 养心 补心 通心 如果对症用药 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心脏方面的问题 但在实际应用之前 一定要先经过专业医生的指导 切不可以擅自用药 以免引起了不必要的用药风险和不适应症 专业三更总行是身体的两条经络堵了 大家好 我是赵一浩教授 有许多人都有着这样的经历 那就是每天晚上啊 入睡不困难 但是一到半夜三点准醒 有时候翻个身就睡着了 有的时候翻来覆去的折腾了好久 天快亮了才能睡着 闹钟又响了 这一宿没有解除疲劳 早晨起来感觉睡着了和没睡一样的 头昏沉 全身无力 这可能是你身体里的两条经脉堵了 终于说呢 在这十二时辰对应着人体的十二经脉 那就是中医的子骨留住的这个理论 所以特定的时间呢 也相应对应着脏腹 今天呢 简单的跟你说一下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点上小红心收藏起来 这第一呢 凌晨一点到三点如果容易醒来 这个时候呢 是属于丑时 丑时是肝经当令 这个时候是肝排毒的时间 如果这个时间总醒多半是你的肝出了问题 如果肝出现淤堵 肝气肝血都不足 就会引起睡眠的障碍 同时呢还会伴随着肝火大 爱发脾气 肝于气质 爱生闷气这些症状 第二种情况就是凌晨三点到五点醒 可能是肺经不通 这个时间段是肺经当令 对肺气不足或者是肺热的人来说 就容易引起早醒 气短 乏力 劳累 喘不上气 这些问题 还可能存在着容易感冒 免疫力差 合作 谈多 这些问题 四个信号 说明关心病正在好转 快来看看你有没有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我入住平台不是为了流量 也不是为了宣传自我 就是想用科普的方式 给大家做有意义的事情 让大家正确的认识心脑血管的疾病 如果你支持我 给我点上小红心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四个信号 说明你的心脏正在好转 第一呢 就是胸闷胸痛的症状减轻了 关心病的患者呢 一般是有胸闷胸痛的 当疾病得到改善以后 胸闷就会减轻 或者发作的频率就会减少 这两点也是我用药以后 对他们进行询问的一个重要的标志点 第二就是运动的耐受力提高了 关心病的患者常常会因为 期短 乏力 活动之后 这些不舒服的症状进一步的会加重 病情呢 好转之后就会发现 那以前做不了的那些体力活 现在能做了 原来走不了那么远的路 现在呢 能走了 没有感到那么疲劳 这就是好转了 第三呢 就是心慌的频率下降了 因为有一些关心病的患者呢 他是不规律的心慌心跳 早博防战 这种感觉是关心病的一个症状 如果疾病改善了 心慌的这种发作呢 就会减少了 第四呢是心念图改善了 心念图的结果都改善了 这可是疾病好转的重要信息 这些信号能够表示着你的关心病病情得到了控制 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地黄丸 加一物 活血通落 巧制脑梗梗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今天教大家巧用地黄丸治疗脑梗 简单有效 希望屏幕前的朋友认真听我来说 六位地黄呢 是丸剂 直接吃也可以 但最好呢 用古阳环武的方和六位地黄混合在一起加热 加热以后呢 它进行了充分的化学反应 效果会更好一点 可以改善气虚血淤的脑梗患者 六位地黄本身就是一个具有骨干肾的作用 可以改善脑梗患者 腰气酸软 手心发热 头晕目悬 记忆力减退 包括倒汗失眠这些症状 而不阳环武呢 主要是意气活血通落 这两个方法可以有效地改善患者 气虚血淤的情况 脑梗的症状就自然减轻了 当然了 这个剂量呢 还要根据具体的情况 辩证分析才能更有效 好心脏都是睡出来的 怎么睡 能够让心脏舒服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一夜如果没睡好 第二天往往会感觉到心慌 乏力 或者都已经心率不齐了 有研究表明呢 每天如果睡眠不到五小时的人 心脏病的发作率会明显的偏高 那怎么睡才能让心脏更舒服呢 第一啊 不要熬夜 要按时睡觉 午夜到凌晨四点时间 是内脏脏气 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 很多人呢 夜间突发心脏病 也是和心脏 活不到休息有关 所以我们要在晚上 至少十点半之前要入睡 第二 记保持 就是晚上吃饭 不要吃得过饱 特别是睡觉前 不能吃一顿 吃过饱了 肠胃呢 就会占用更多的气血 来消化食物 这同时血液的粘稠度也会在夜间明显的升高 这就给本来供血不足的心脏带来了更深一层的隐患 容易诱发供血不足或血栓性的疾病 第三 右侧卧位比较好 右侧卧位呢 有利于减轻心脏的受压状态 有利于全身肌肉的放松 更重要的是可以缓解打酸 如果打酸严重的或呼吸骤停 吸氧量就不够 对内脏影响也是很大的 这样有效的保证了睡眠时期的供养 所以我们一个有效的睡眠方法呢 就是吉祥卧 另外呢 如果心脏不好的话 睡眠的姿势上 头高脚低 也就是我们说的高枕无忧 可以减少心脏的负荷 第四呢 起床的时候慢慢的起 不要着急起床 睁开眼 要仰卧在那五到十分钟 做做深呼吸 活动一下四肢 身肾揽腰 把脚腕做一做转动 因为醒来的时候呢 你的胶感神经兴奋 血压就升高 身体的状态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所以容易发生心脚痛啊 心梗这些现象 第五 要睡午觉 研究表明每天如果午睡 三十分钟以内不能睡长了 可以让心脚痛的发病率减少百分之三十 从中医的角度说呢 午睡是肾水上 寄于心火的宝贵机会 可以有效的缓解心脏的压力 我最后再说一遍 防颤是可以恢复的 今天呢就把这个方法告诉你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临床工作四十多年 刷到这个视频 你就别再担心防颤的问题了 今天呢就把缓解防颤的这个方法告诉你 大家可以戳两下屏幕 接着听我往下说 有一个患者啊 他防颤三年了 做过射频 消融 这之后呢 还是有症状出现 经常会神皮 乏力 气短 这些症状 有时候呢 还会伴有心前驱的疼痛 舌址是子按的 经过辩证是气虚血瘀症 给他开了对应的处方 一个月以后 复诊的时候 患者说气短呀 心前驱的疼痛表现都减轻了 乏力的症状明显的好转 他很配合治疗 也有相应的锻炼 我想啊 在不久的将来 他肯定会越来越好 我会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呢 进行辩证分析用药 以及他的锻炼方法 那你是什么症状的防颤呢 手掌发出三个信号 你的血管可能已经堵了 大家好 我是赵一浩教授 血管发生堵塞的时候啊 你身体会出现一些症状 今天呢 就教给大家 在家里边看看 手掌来判断 血管堵塞的情况 第一呢 就是手指发麻 如果你出现了手指发麻的情况 可能要多于年轻的时候 特别是在早晨起床之后 更明显 如果不是因为 长时间的保持一个姿势压麻了 那就要注意了 可能就是身体的某个血管 发生了堵塞 第二 手掌的颜色变化了 正常健康人的手掌 应该是红润 有光泽的 但是有些人呢 手掌已经是暗红色 甚至呢 有些是淡紫色 就像手掌上有淤血似的 这种情况呢 就极有可能是血管堵塞了 当然了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我们俗称的肝掌的颜色 在小鱼记这个地方呢 出现明显的红的区域 你身体也是给你发生了不好的信号 第三呢 就是手部的冰凉 当血管发生堵塞的时候 四肢的血管都会因为供血不足出现冰凉的情况 即使是在天气炎热的时候 手呢也会是冰凉的 以上这三种情况出现的时候 就要警惕血管堵塞的发生 建议要立刻去医院进行检查 教你打通一身之堵 淤堵不通百病生 无论你是气堵血堵湿堵寒堵 还是热堵堵 教你一招打通全身的堵 气堵呢要敲弹中 人体的正中线 两乳之间这个连线的终点 血堵呢按血海 血海的位置是在大腿的内侧 冰骨上两寸这个地方 湿堵点按中疗血 这个是中胶脾胃水湿的药血 能让中腹水湿 从疗孔直接渗透到膀胱而排出去 寒堵寻关圆穴 关圆穴呢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 但凡五劳七伤虚损的症状 两个手暗揉关圆穴 吸气归田 如此坚持 可以使元气充足 身臂强健 据书上记载啊 关圆穴可以耐寒暑 达到东不炉 下不善 冬天不用生炉子 夏天不用扇扇子 说明你的抵抗力强啊 关圆穴就是这么重要 你学到了吗 最好的药物就是气血 简单的三个方 补足你的气血 三个中程药呢 有大补气血的作用 帮助你提高免疫力 我们知道人体的五脏六腑 都是靠气血来供养的 只有气血充足了 脏腹得到了滋养 身体才能够健康 如果气血不足 不能够滋养脏腹 脏腹运转速度就会慢下来 所以气血对人体的健康 是非常重要的 那气血不足 又该怎么办呢 怎么补呢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 三种中程药 来帮助你大补气血 提高免疫力 第一就是人身养容丸 它是健脾养气 温补气血的作用 适合心慌气短 脸色不好看 大便糖膝不成型 第二 生血保颗粒 它可以帮助我们补肝肾 一气生血 对于肝肾亏虚 同时又有气血两虚 引起的疲惫 乏力 腰肌酸软 很有作用 第三个呢 就是义气羊血 口服液 对气血不足 导致了心悸 气短 乏力 不想说话 懒得动态 面色还很难看 这些症状呢 有很不错的效果 有些人对中医呢 有误解 中医自己也是有责任的 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这是一个常识 而且呢 每一个中医都应该有责任 去做这个科普 讲清楚这个常识 这就是中医的全明反应 或者也叫药物反应 甚至啊 当你运动之后 也会有一些反应出现 这是身体的正常反应 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就像身体里在排毒 调整 机体产生的这样的反应 比如说流鼻涕 全身没劲 尿频 精神不振 等等 每个人出现的症状和轻重程度 都是不一样的 不管是中药以后 还是针灸 刮痧以后 拔挂 甚至推拿正骨按摩之后 反正呢 所有的中医治疗手法里啊 常常会出现有这么一个阶段性的反应 表现出来呢 要么病情会加重了 要么呢 是有其他的一些身体的不适 比如说恶心 头晕 甚至呢 像拉肚子啊 呕吐这样的情况 很多人呢 没有听过这个事 你也不用担心 这其实呢 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尤其是相信中医的人 得了解这一点 不然啊 很可能就会造成误解 会导致终身都不信任中医了 他还会跟别人讲 我就说嘛 中医不行 你看 我吃了第一天 我就拉肚子了 一天还拉好几次 一般这种情况下呢 我就会问他 你拉完以后 是不是精力不够了 很疲惫 如果是排斗反呀 一般只是拉多几次 不会造成元气的大伤 精力呢 还会依旧 当然了 如果是用错药的情况下 这个拉肚子 也不要一味的认为 它是反应 什么事呢 都要辩证的去看 所以呢 我要大力的呼吁我们中医药 不管是从业者 还是我们的患者 都要了解 学名反应 只有了解 有这样的一件事 而且尽量的去去除 这个心理的恐慌 避免更加严重的 不必要的误解 和负面的口口相传 气血是最好的药 有这五个表现 说明你的气血不足了 气血充足的人 往往是更加健康 而且呢 充满活力 不过许多人啊 因为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 饮食习惯 导致自身的气血不足了 这个时候呢 体内的机能 也就会受到影响 会出现以下五大异常表现 第一 就是指甲有纵纹 要提高警惕了 说明你的气血两窥 出现了透支 是机体衰老的正向 第二 手上有青筋 如果手上的青筋特别明显 说明你消化功能 也是不太好 如果小指上看到了青筋 说明你的肾气也不足 如果掌心下方纹路特别多 还代表着你体质呢 偏弱 气血也不足 第三 手指上的月牙 大拇指半月形 应占整个甲面的 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如果手指上没有这个半月形 说明你体内的寒气比较重 循环功能也差 气血不足 第四 看双手的温度 如果手啊 一年四季都是温暖的 代表着你的气血充足 如果手心偏热 或者是出汗 手呢 却是冰凉的 说明气血不足 第五 观察皮肤 正常的皮肤是白里透红 有光泽 如果出现了皮肤的暗沉 没有光泽 而且还发黄发暗 长斑干裂 往往就是气血不足的表现 用什么中药可以消灭斑块 别划走 医生告诉你大实话 经常有很多患者朋友问 什么中药可以消除斑块 或者是抑制斑块的生长 在回答大家疑问之前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雨昊教授 下决心入住平台 不是为了当网红赚流量 只想踏踏实实的给大家科普健康知识 在临床工作40多年 深知患者的不易 这也是坚定了我做科普的决心 我也希望通过分享我的治疗经验 能够让大家正确的认识到 心肝关心病斑块 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本质 回归正题 中医治疗斑块 首先你要建立一个 和西医不同的医疗思维模式 中医从根本上就不是 用某一个药去治疗消除 把它割下来这个斑块 有人会说 不去掉它 那怎么去消除它呢 中医难道不去除这个斑块吗 不是这样的 也有 比如说我们中药里边的 活血化瘀药 专门就是去除这些斑块的 但是呢 中医的逻辑啊 是整体观念 辩证论治 中医治疗斑块 不是针对某一处的斑块 而是针对全身的 中医说要标本兼顾 如果你气血虚 就要给你补上来 调节全身的脏腑气肌 比如说颈度脉的斑块 那是你气血 痰湿 紊乱了造成的 和你的肝脾肾 这些脏腑是有关系的 如果你的肝气虚了 就是造成 气血不通畅 也会导致 痰瘀组织 所以要调肝 要养血 要加强健脾的功能 以提高 运化 失拙的能力 所以啊 中药并不是针对 一种疾病 一个斑块 去治疗的 不管你身体里边 哪个地方出现了斑块 你的血脂 哪些不正常 用过中药之后 它是整体的调整 本身的机能提高了 对症下药以后 再加上 饮食上的调理 作息时间的改变 适当的锻炼 这样就使斑块 慢慢的变小 或者消失